虽然已经步入发展开放的二十一世纪,但重男轻女的思想,依然存在于我国。 这种根肾蒂固的邦间思想,如今在我国的农村地区,尤其多见,在很多观念落后的地区,这几年虽然已经开放了二台政策, 但有些人还是生不出男孩,专家给我们接受了原因,原来是因为这三点原因造成的。 一、父亲提供的染色体,知过生物的人大多知道,生儿生女,实际上是由父亲决定的。 男性性染色体是XY,而女性是萌萌,这就导致生下来的孩子,到底有没有外染色体? 也就是生的是不是男孩,完全要看父亲提供了什么性染色体。 所以生不生得出男孩,还是要看父亲的遗传基因给不给力。 妈妈表示,我可不背这口锅。 二、母亲的体质,实际上母亲虽然不能提供男孩的外染色体, 但对于爸爸提供的染色体,还是有一定选择权的。 这种选择权就体现在母亲体质的酸碱性上。 偏酸性体质的母亲提供的卵子,会更容易与她有X染色体的精子结合。 若偏碱性则更容易和戴沃尔染色体的精子结合。 也就是说,碱性妈妈更容易生儿子。 不过这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。 更何况体质的酸碱性是恒定的,无法通过饮食来调节。 所以也不需要在这上面打主意了。 三、父母的生活习惯,不要以为这是无机之谈。 要知道,有国外科研机构调查显示,都不抽烟的夫妻疗会有55%的概率生男孩。 而如果夫妻两人中有人抽烟,甚至都抽烟起烟隐重。 那么生儿子的几率会较低。 这一点的科学解释在于,含有外染色体的精子通常头部细小,胃不修长,因此本身就会游得比较快。 然而耐算性往往很差,所以容易受到伤害。 当母亲身体健康时,生儿子的几率自然就大。 当母亲有些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时,几率自然就下降了。 而且这些不良生活习惯还可能导致胎儿发育不良,严重时还会有胎儿畸形,不孕不剧的问题出现。 所以说,如果小夫妻想要被孕,那一定要提前三个月开始准备,戒掉不良生活习惯,不让自己的孩子真的输在喜跑线上。 总之,生男生女这件事,不能全给妈妈背黑锅。 另外,无论男孩女孩,都是自己的血脉,即使还没出生,也是有了自己的生命,每一个生命都有权得到尊重。 为然父母,且不可谓了一己思惧,强行选择孩子的性别。 流产之事实在有伤天和,最后,愿所有的小宝宝都能渐渐康康降生,快快乐乐长大。 关注我,每日早教知识全分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